松山國小太鼓隊小朋友帶來精彩表演 不只振奮人心也為現場炒熱氣氛 台北市松山區公所在台北府城隍廟 舉辦金兔報喜迎新春正春聯活動 邀請多位書法名家現場揮鷄 每一位名家都使出拿手絕活 甚至發揮創意將文字結合書畫 或是畫上可愛的浮屠圖案 也有書法家貼心的幫民眾客製畫 寫上不同的吉祥畫 讓民眾藉由張貼春聯儲就不新 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順利心想事成 台北府城隍廟以及松山區公所 每年都會舉辦寫春聯活動 送給需要的民眾 然後春聯是我們中華文化很重要的一環 那春聯除了那個書法除了可以修身養性之外呢 然後那個字體的話也是大家能夠所欣賞的 然後今天也非常感謝松山區公所 能夠給我們台北府城隍廟這個機會 來這邊舉辦這個 那個寫春聯鎮春聯的活動 然後你知道事先就寫在個編條紙上嘛 然後排隊 排好的之後 那個老師就會順著那個 你的編號這樣寫下來 松山國小有很多的社團啊 那太古社是我們一個傳統社團 從過去就一直有這樣子的很好的傳統 那麼目前來講就是利用 還有課餘時間來練習太古 那小朋友都很喜歡 因為練太古不但是只有音樂 它也是一種健身 學生打完之後就會全身流汗 那現在也會結合一些流行歌曲 律動 展現學生的一個特色特質 那孩子們很有天賦 也經常受邀表演 特別感謝我們這一次去公所的邀請 來有機會參加今天這個玉兔啊 這個新春的一個寫春聯活動 小朋友都很開心 松山區公所呢 在今年跟台北府城隍 還有民俗會 還有松山國小一起辦理的 這個新春揮豪的活動 那讓大家呢 能夠感受到濃濃的這個年味 那這個春年的部分是客製化的 由四位書法老師來精心的 幫大家書寫想要的吉祥話 那希望呢 大家可以踴躍來索取 今天在府城隍 那明天會在公所 歡迎大家呢 踴躍來索取 那也祝大家新年快樂 跟大家宣傳一下 我們今年台灣燈會呢 可為23年回到台北來舉辦 松山也有個響應 除了這個慈祐宮 有媽祖燈 那在我們府城隍這邊呢 也有好想吐燈區 也歡迎大家到時候可以踴躍來看燈 一連兩天的新春揮豪正春聯活動 1月13號還將在松山區公所 一樓大廳舉辦 想獲得書法名家春聯莫寶的民眾 千萬不能錯過 松山區公所也透過舉辦新春揮豪 發揮傳統文化 讓民眾討個吉利 歡喜過新年 記者李錫會台北報導